中共二十大16日召开 习近平在报告中重申 不放弃武统台湾 引起各方人士担忧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 19日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举办的论坛中表示 这不只是习近平个人的说辞 而是整个中共正在做的事 他还说不能排除中共 会更快发动对台湾的侵略 美国海军必须要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另一方面美国众议员盖拉格 16日也针对习近平的言论发声明指出 中国共产党再次表明了 自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 并呼吁美国要打造一个反海军的战力 也就是增加各种飞弹的部署和产量 并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 以阻止共军控制台湾周边海域 并登陆台湾 盖拉格批评拜登政府的国防预算 使美军必须对其军备进行削减 他强调想要避免战争的话 就必须要让对手相信你有能力 而且也愿意发动战争 而如果美国先建立一股反海军的战力 就能争取时间来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 对抗中共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毅宏综合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毅宏维合